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我們iPhotoHK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下如何選擇一支適合自己的腳架 腳架有很多不同的型號,不同的粗幼大小 怎樣才可以選擇一支適合自己用的腳架呢? 所以先要問問自己,其實我想買這支腳架的目的是想做什麼 當然拍攝目的可能有很多種,例如演風景、拍攝生態 生態可能會再分拍昆蟲、植物、動物、又或者是拍飛鳥 其實不同的拍攝題材,你需要的裝備都有不同 重量會有不同,鏡頭的放大比率也不同 而這些因素就會導致我們選擇腳架的時候 需要那個腳架的穩定性要有多高 輔助能力要有多高 但如果要講完所有這些拍攝題材之後再選擇腳架呢? 那就可能真的兩個小時都講不完 今天先講了一些旅行用的腳架 怎樣去選擇一些旅行用的腳架 好多朋友都會用到的 旅行用的腳架 首先就是很多時候就要考慮到它究竟是否很輕巧 可以讓我們容易收藏在行李箱裡面 或者背著在背囊周圍走 另外就是它的承載力 因為如果去旅行的話 我們帶的拍攝裝備可能相對就會輕巧一些 那它的承載力就可能不必需要那麼高 但是也有可能你要想一下 究竟我這次去拍攝 假設去拍攝風景上的畫 那我最大的鏡頭重量去到幾大呢? 放大比的去到幾大呢? 那你選擇的腳架是否都可以有這樣的成就能力呢? 另外就是再看看它那個使用方不方便 那很多時候你說一隻腳架去旅行的話 那它當然是最好就是使用方便 所以它可以快一點 很高速度就可以開到腳架 還有很快就收起腳架 然後可以再去另一個景點再拍照 那所以它那個操作也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它的高度 那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你說買腳架 就是一些人用腳架 其實它都有一個預設的高度 大概是1.2到1.3米高的 那差不多這個高度 如果你再加上一個波頭上去 那再加上相機 就等於一個正常人的那個 那個眼高的那個距離 那就容易給你操作 不用污低身去操作 或者不用仰高頭去操作 那但是同時間呢 一些人用腳架它都有中軸 那中軸它都會有 升高不同的高度 有些有一折有些會兩折 那可能它升高的高度 去到1.5米 或者甚至再高一點去到1.7米 都有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說選擇腳架 那麼高度就對了 那麼那個 乘坐力又足夠了 那另外一樣東西呢 都很重要 應該是重中之重 就是它那個 穩定性 穩定性呢 其實牽涉到那個腳架 那個設計 是不是 能夠遇到一些震動 那其實你想一下 如果我的裝備有一個重量 假設有2KG的重量在上面 那如果2KG的 被風吹到的時候 那它產生那個震動 或者濕打發門 拍動的時候 它的震動呢 其實就等於一個2KG的物體 在上面產生一個震動 那這個震動 究竟我這支腳架 可不可以在很短時間裡面 將這些這樣的震動 呢 抵消了它 那其實我們在說 這些腳架的抗震能力 那這個抗震能力 其實就牽涉到一支腳架的設計 那所以我也講一下 就是當你去選腳架的時候 究竟怎麼去看一支腳架的設計 那你坊間看到 通常這些腳架那個 那個腳本的形狀 都是圓形的 其實為什麼會選圓形呢 原來都有 圓 那如果假設它有風吹圓形的時候 那它那個 在那個 力學設計 其實它是 受力是最大的 其實一看一張紙的話 你受力就最少了 那所以呢 它又 為什麼腳架會做圓形呢 就是希望它那個 在那個力學上面是做到最強的 那同時間呢 它原來有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當有風吹過去的時候 有氣流吹過來這邊的時候 吹回來 那其實它是一支圓形的物體上面 它上下那個 風速的 那個流動 其實是一樣的 那時候會怎樣呢 那個震動呢 其實就相對會減少了 不過最近可能你坊間都會看到 有一些 腳架設計都 很特別的設計 他們說的 那腳架那個腳管的形狀 就不是圓形的 那其實它的目的是 想令到那個 腳架收得小一點 它又做到什麼形狀呢 就好像一個半月形那樣的 一個半月形的腳管 那它又可以這樣伸縮 那但是其實你想想 一個半月形的腳架的環前面 那其實如果當它有風吹過的時候會怎樣呢 上面的風速和下面的風速吹過的時候呢 都會有不同的 上面快一點 下面呢 就可能會慢一點 那這樣的時候會怎樣呢 其實就會容易產生一些叫做震動 那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當一隻腳架開了三隻腳 三隻腳開了的時候 那當那些風變成了 每一隻腳所受的一個風速和震動呢 都會有所不同的 那這樣令到你呢 其實那隻腳架的震動呢 會更加多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多時候呢 就是傳統的 為什麼說一個腳架 會是一個圓形的管狀呢 會相對比較適合一些呢 那這個自己都要考慮了 那其實你一個圓形的腳筒 它那個接合之後 其實那個尺寸都不會大很多 所以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都會選擇一些圓形管的腳架 那另外呢 看完腳的腳管之後 那看一下 其實另外一個因素 影響到一隻腳架 它穩不穩定呢 其實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那個腳 最尾那一節的粗幼度 那其實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那其實如果 當你去一個腳架設計的時候 它們其實去計算所有的抗震能力 都是以一條直線去計算 那如果你的腳架 承載了一個安全的重量之後 安全的負載之後 它的腳架沒有變形的話 那應該這隻腳 都是保持垂直的 保持直線的 那但是呢 如果你的腳架 假設你買了一些腳架很輕巧 但是呢 它最後那一節是很有的話 會怎樣呢 那有機會當你加了負載之後 那隻腳架就會 它就會變成軟了 一軟了 其實整個力學結構 都已經變化了 它的抗震能力呢 就會即時大打折扣 那所以呢 其實都 很多客人都會問的 我都苦口婆心跟它說 如果你買腳架 買旅行腳架 都不要買 坊間有些腳架 比如支支頭那個牌子呢 它都有一號二號腳的 反腳的旅行腳架 那通常我都是叫大家 都是選擇二號腳 會比較適合的 其實為什麼呢 其實它的重量不是差很多 它的尺寸也不是差很多 但是呢 它因為那個最後那一節呢 就相對比較粗的 那變了呢 它那個穩定性呢 和機械結構呢 都會令到你拍照的時候 會相對是更加穩定 所以留意一下這件事 不要因為真的 貪了輕一點 或者小一點 就選了一隻 最後那一節很有的腳架去用 就是用 另外呢 就是看完這個結構之外 接著就看看 究竟一個腳架還有什麼地方 會選腳架的時候 會導致它會有震動 其實你去買一支腳架的時候 其實你都會扭開看看 扭開去 扭開去 身長看看 伸到盡 伸到盡 停了 停了之後 其實如果你選腳架的時候 都要留意一下 如果那隻腳架開盡之後 我現在鬆了 那你試一下 上下搖一搖 腳架 上下搖一搖 其實你會試到 究竟 我在鬆了的狀態之下 它這個 搖動有沒有大小有多少呢 其實就講 這隻腳架 它的設計和造工 做不做到 它一個公差 是相對小一點的公差 令到它的擺動是相對小的 如果你想想 如果它擺動比較大的話 會怎樣呢 擺動大的話 即是說 就算你扭盡鎖住之後 其實它裏面的組件 的接觸面 相對就會小了 即是說 這隻腳架 也有機會 當它受重力的時候 它會有輕微的變形 所以這件事就是 為什麼一隻腳架 它那個 即是 粗幼大小 其實 都有影響到 每一節的粗幼大小的 空差 都有影響到它的穩定性 還有呢 其實呢 我們現在選擇 即是碳纖腳架 也要留意一下 其實碳纖腳架 你看到也有便宜有貴 有一些就是 大家都認識 芝士頭的牌子都賣得很貴 那為什麼會這麼貴 其實它做工是很不同的 比如你說 這些碳纖 其實它是一絲一絲 好有的碳纖 積出來的 但是你說 坊間有些腳架 都不用它的 十分一價錢就有了 那為什麼呢 其實那些腳架 它都是碳纖 但是它是用碳纖布 跟著用膠水 再捲在一起之後 定型 而這些碳纖布 捲成的碳纖管 其實相對它的密度 就沒有那麼高 硬度也沒有那麼高 這樣的時候 如果硬度沒有那麼高 就等於剛才的鋼尺 那你就會容易變形 一變形的話 你的腳的穩定性 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呢 一分錢一分貨 買貴一點的腳架 是有原因的 再另外看起來 其實它裡面的結構 都會影響到 一個腳架的穩定性 那如果你去到一些店舖 那這些店員 都專業的話 你要求它開給你看 那正常都可以開給你看 究竟它是 那個結構是怎樣 那我現在在這裡 給你看一隻 我們以前有做開一隻腳架 叫Fiso這個牌子 台灣牌子 那它裡面的結構是怎樣 那我開出來給大家看看 那你看到它那個齒紋好密的 那相對那個Pitch小的話 其實你動很少它就 可以控制到那個開山 就是那個圓圈的那個大小 那時候呢 其實就是說它做出來的公差 相對比較少 那我拔了一支腳架出來 那其實裡面呢 有些什麼在這裡呢 那其實一般腳架設計 都是這樣的 它呢 一般如果我們有一些 開始都買了腳架 它都會有一個 有一塊類似這樣的片 這一塊這樣的片 其實就是用來 做一個叫Anti Twist的功能 Anti Twist的話 就是 其實當你扭一支腳架出來的時候 以前的腳架是沒有這個功能的話 你轉這個鎖的時候 其實這支管會跟著轉的 那你有時候 你的腳架的時候 就會有些困難的 那變了呢 現在的設計裡面 都會用到這些這樣的 可能它有一塊這樣的片 或者一塊或者兩塊 那裡面其實 那個碳纖維積的時候 它裡面已經有一個 一條坑在那裡 就管死了這塊片 令到它呢 當你伸縮的時候 它是跟著那條坑走動 就不會轉的 那它就叫Anti Twist的功能 那另外呢 它怎麼去鎖住這支腳架 和另一支去鎖住呢 其實它裡面就有一些環在那裡 這些環呢 其實就是一些 你看到像素膠環一樣 有一個開口 那其實當你收緊螺絲的時候 這一個環呢 它就可以 產生一個 壓力 令到它那個 對於管上面的主要面 會增加減少 而導致它可以鎖住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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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腳糖 那結構就相對簡單 但是呢 其實 它要減少的物料呢 物料呢 也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你一些 平價的腳架呢 其實就 減少物料上面 就可能沒有這麼講究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些 這樣的塑膠 它不是一般的塑膠 其實它在 當它注鎖 那個過程 其實它減少物料呢 可能會 裡面會加了有 玻璃纖維 又或者會用 尼龍 那同時 最重要就是一些 抗UV 抗UV 就是不會被太陽 曬而導致它 加速它那個 衰老而變形 那為什麼會這樣情況呢 那其實一些 平價腳架 可能就沒有考慮到 它用的物料的要求 那 變了很多時候 當它在戶外用的時候 一段時間 那這些物料呢 因為 太陽光 影響之下 它會老化 老化這些 這樣的物料呢 就會變硬 變硬了之後呢 其實呢 就會有一個情況就是 你鎖很久都 鎖完之後呢 那個腳架都不實 我想有些朋友都試過了 有機會就 就是 用久了腳架 為什麼好像鎖不實之棍呢 一受力可能會突然縮回去 或者退位 那其實就因為 它那些物料 減損的時候呢 它就沒有考慮到這個 可能用得久了 它已經就會 虧了 再加上 那個老化的情況 就會有些情況出現 那所以呢 選一支 貴的腳架呢 有牌子貴腳架呢 其實它們 其實花了很多 就是 金錢和 給了一些 正確的東西 大家去到使用 因為你選擇物料呢 其實都要花很多工序去測試 去研究 這些物料 怎樣可以做到這麼薄 同時間 可以產生到一個這樣的 力度 可以將一支 坦千冠 管死它 所以留意一下大家 如果真的 就是 選一個腳架 真的有時候 不要貪便 那可能買回一些 就是貴少少牌子 其實你相對 你是值得的 為什麼呢 你可能你買很多支腳架 就是買了很多千多二千元的腳架回來 但是呢 跟著你用幾用 就發現這支腳架 有問題 跟著你又買那支 那其實你買幾次 那一腳架 其實浪費了錢 和都不環保 但是如果你買一支好的腳架 最少都用你三五七年 你都沒有問題 而且你用掛了之後呢 你會很純熟的 開收腳架 亦都方便了你 以後拍攝的效率 對 那麼 選腳架 就主要有這幾方面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 溫度 溫差 其實溫差都會影響了我們 使用腳架 其實有些客人都提過 有一樣東西 那他們就 因為快捷的時候 開山腳架快捷 有些客人就會選擇 啪啪啪的腳架 那有個客人就跟我說過 他就自己去 就是用開一支腳架 啪腳的 啪腳不是不要很快捷 但是呢 他就沒有遇到 真的有一次 他去到一個很冷的地方 去拍照 帶上一支腳架去 跟著呢 就是那個啪啪 因為他的受力點 會 就是 那個壓點 可能就 可能只有一點 那變成了 他的位置 有機會 因為原來金屬和塑膠 在低溫狀態之下 他都會變脆的 那如果你受力點 只有一點的話 那有時候 真的剛剛 你以前鬆過 那個位 你收緊了螺絲之後 跟著他的壓力大了 你一拍過 真的有機會 金屬和塑膠 都會因為低溫之下 操作而導致斷裂的 那他那次的情況 就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就導致他的旅程 那幾天的旅程 就拍不到照 就浪費了整個旅程 那所以 其實就是 選腳架 很多的細節地方 都要留意 那如果大家對於 選擇一些旅行用腳架 有問題的 你可以 就是留言給我們 或者可以聯絡我們 iPoto和HK 我們都會 盡量我們的能力 去解答大家的問題 那如果覺得我們這次的 資訊有用的話 都可以給個讚我們 也都希望大家 支持我們 繼續可以 追蹤我們的頻道 那 這次是這麽多 那下次可以和大家 再講一下 別的腳架 那個選擇的要求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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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